11月7日,民主党人拜登和贺锦丽的支持者们兴奋地庆祝了选举胜利。 他们播放了1978年Vallage People乐队的热门歌曲YMCA, 特朗普经常在竞选节会上播放这首歌。 拜登击败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, 他的竞选承诺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,修复分裂国家的经济。 拜登获胜之前,有关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悬念持续了4天, 由于大量邮寄选票的涌入,几个战场州的计票工作仍然在继续。 为了庆祝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战胜特朗普, 纽约人在华盛顿广场的喷拳里敲锅、唱国歌、跳舞。 拜登在竞争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赢得了20张选举人团选票, 这是他超过了所需的270张选票,促使所有主要电视台宣布这位前副总统获胜。 在周二的选举结束后的4天里,外界一直都紧张不安。 周六,在华盛顿广场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民主党参议员扎克舒默, 他带头高喊,美国,美国。